閃戶求解到底怎麼看這些大災問 剛剛講到的是航海王變BI王 最近這該怎麼辦 不過可能還要用時間去化解他的悲哀 現在看起來還有一個問題 這時候居然有凸英出現 減失大隊出現 這時候怎麼會這麼狠心呢 居然在問這個問題說 哪些個股再大跌就好融資斷頭拜拜 那我現在呢 擁有一大堆的股利現金 我現在就想找這些個股來減便宜 真的可以這樣做嗎 這些融資真的有可能快斷頭的個股在哪裡 第一個能不能這樣做 我覺得可以 但是你要找什麼 找好的股票 如果他是什麼漲太多對不對 然後突然急跌 這一種OK啊 為什麼因為後面有業績保護 我們講長線保護短線 如果是那一種一路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斷頭 那個你就不要想太多 為什麼那表示什麼 業績有問題 產業掌握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算進去搶 你短線有迎頭小利沒有錯 可是就長期的角度來看 下一個斷頭可能就是搶進去了 我們來看看你剛剛秀出來這些哇這幾最近短短時間之內高點到回測到最近的低點三趴三成以上的不是三趴三成以上的這麼多啊 而且這些都是你看廣運創意華新光華府影威成名店仲奇高麗好多AI股啊 凱明你有沒有覺得看起來都很熟對不對 都是每天其實都是前一陣子的人氣股很強很強的 對所以這就告訴你一件事嘛 這個人氣股啊水能載州也能復州對不對 極漲完之後如果題材不見了或是開始修正就極跌了 好那我們挑極檔喔 裡面最近還是人氣還是不差的 我們來看喔 到底這一些可不可以想做範例啦 第一個我們來看廣運好了 你看廣運喔 最近最高價是108 昨天收盤多了 哇甚至不到70 對不到70嘛 今天收盤是不到70 最近跌幅高達3成8 你看融資 融資也增加 還在增加 我們來看日線喔 好你看它是什麼 類似一個肩頭反轉 好那正常來講 假設它這一個波段要走完好了啦 你要它這樣直直落的機率 我覺得不高啦 為什麼 因為你看它在跌破了這個後面陌生段的頸線之後 其實它開始什麼 做一個足底的動作了嘛 好那正常來講我們把它清掉 正常來說的話 它在前一波高點跟起工的這個位置 70塊這裡 它已經開始什麼 在找支撐 也就是說呢 這個東西你要去留意的時候 那個游標給我一下 我們把游標移到這根大量的位置 短線最大的壓力應該在這裡 84塊 對因為這裡是什麼 第一次大家嘗試什麼 搶跌身的時候 有沒有 從這個高點 100以上殺下來 其實殺得也快20塊了 到84塊大家搶盡結果失敗 對 失敗以後你看又跌一段嘛 所以正常來講 你在70塊嘛 你有機會什麼 看80塊以上 對 80到8 你不要 不要做到最高 對 你就是80塊以上 你就加減賣 那有機會什麼 減失啊 如果說它夠橫的話 下面這個是它融資嘛 你看融資是這樣一路買對不對 如果主力夠橫 它會怎麼做 硬給它壓下去 對硬壓下去 而且剛好壓破哪裡 極限 壓破極限 在盤中弄一根長黑的形態出來 而且要稍微帶量 那 我請問你你買在這裡你看到你會怎麼樣 啊完了不行了 趕快賣出 趕快賣對不對 按賠出場 結果當天如果收一個長的下影線 被人家吃走了 對就吃走了 突嬰來了 就是用這 突嬰現在是用這一招嘛 對不對 所以 短線你要去觀察 我建議是這樣 你在這裡可以小讀 如果真的 殺破季限 那就OK啦 你買的反而會比較安全 就是有錢的人 有現金的人 你才可以這麼做 這是廣運 怎麼看 創意 這千元股也有這種風險 創意這更離譜 你看最近30天高價在哪 這兩千 兩千塊 今天收盤多少 1270 這個 其實 好狠 好痛 再跌一根 就等於跌一千塊 這等於跌幅就到五成 好 那最近農資也是 我們趕快來看創意的圖 趕快來 創意為什麼會有這根跌停 我們先搞清楚 這根跌停是怎麼來的 是公司的法說 他要跟你講 某些展望可能 不到大家預期 沒想到那麼好 對 好 所以 這一根跌停 順勢跌破了這個景線的位置 那他就跟你說什麼 這一段 已經漲完了 是 漲完了OK 那他就針對這一段來做修正 那針對這一段來修正跌到這裡來講 正常來講 短線應該也快要滿足了 已經跌到半年線了嘛 也修正了至少一半了嘛 好所以我們把它清掉 所以 目前來說 這邊你就要觀察什麼 第一個 什麼時候 三天之內 不破滴 然後可以過 來 游標給我一下 這根 最後這根黑黑的高點 這根黑黑的高點 1350 對好 1350 我們把它畫起來 好 可以過這個位置代表什麼 這裡 嘗試打了一個短底 而且剛好也是什麼的位置 半年線 半年線的位置 了解 所以你要撿屍的人呢 你不要進去又變成屍體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是在多殺多嘛 是 對 這個目前是在多殺多 還沒結束嘛 因為 到昨天為止 他還在創低 對不對 今天是還有大盤反的 好所以 你要搶的人很簡單 第一個 剛好講 什麼時候 不再破滴 什麼時候可以站上 這個高點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他這裡已經修正完成 了解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忍喔 你一定要忍喔 不然 很有可能什麼 半年線 足底不成 殺到年線 喔 你這樣你算嘛 現在一千 一千兩百七對不對 到 一張你還要賠二十七萬 這個 幅度還是有的 還是要小心 因為高價股啦 所以呢這做起來也是 驚濤害浪 所以要特別留意 好其他個股也有 華新光 華福 尹薇 這些個股也都是已經在這裡修正 跌了三成以上了 是不是都有這種 融資瀕臨 斷頭的風險 但是 要不要減失 投資朋友要清楚 衡量自己的技巧 這個你自己是不是適合當租英了 謝謝伯傑告訴大家 那剛剛在這樣講的話呢 真的要有現金才可以報仇啦 不過呢 現在看起來這些大災問的問題 讓投資朋友在心裡有個底到底該怎麼看 不過說到了真的就是AI股 現在這個禮拜的拉回很多都跌到了這個幾乎是接近上週五的警線關卡 那當然呢 有人在這裡跌破月線 有人在那邊跌破季線等等問題 到底該斷尾求生還是這個時候已經到了可超低減便宜的時候 利哥請振華上來告訴大家 今天要告訴大家 我們看到今天很多個股在MACI調整名單當中納入都是AI股 所以AI到底是不是應該在拉回當中找抄底的機會點 因為連MACI都納入新增成分那麼多 還是說看到這裡真的錢還是要拿在手上比較安穩 斷尾求生比較好怎麼看 那這個就是有一個沒有辦法解的一個循環 就是說因為你越漲越容易被納進MACI 市值變大對不對 所以永遠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那大家認為說納進去以後會不會繼續漲 所以應該通常都是第二段我們就來看 拉回以後有沒有再創新高的機會 颱風過後這幾天震得很兇 AI股市要斷尾還是超低 基本上我認為AI它是一個比較大的東西 這個大東西因為全球的股市都漲這個東西 因為包括美國在內 所以理論上來講它不會那麼快結束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裡要真的比較確定 我想AI它幾個重點 第一個比方說我們講伺服器好了 那很多都是第四季才會出高峰 那包括現在最盤面上最強的PCB其實也是 那現在來講的話就是說 如果說像這個禮拜七月營收陸續出來 都不是很漂亮 可是如果你用現在這個營收或上半年的EPS 去看它現在的股價一定會覺得你漲多了 但是因為你未來明年跟第四季又還沒到 它中間就要震盪 所以我們再來講說 是要斷尾還是要在這地方低階 關鍵就在這裡 那我們從它走勢來說 看有沒有線索來幫我們做判斷 首先第一個只要守住季線的 都算強 比大盤強就好 因為大盤你就破季線 相對人來講我就比你強 比如說一個班上六十個同學 六十個太多 那我唸年代 現在大概二三四個 那平均分數你說七十分對不對 我七十二分就是比你強 有的時候你這個地方沒有講平均分數 你還真不知道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那當然比大盤強還不簡單 其實沒有 剛才柏傑講那個創意就沒有 你就是在季線下面 下去以後會加速 所以注意第一個這個很重要 要比季線 撐住強 比季線高 好那再來就是說日周月K棒同步來判斷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早上看今天日線 長紅帶量過新高很強 對不對 中午連線的時候問凱民最知道 常常留上一線 是啊 對 因為凱民一直當衝 當衝甩叫 不然就是早上九點四五分 哇 昨天有一支股票鎖板 今天只要開八趴很強 對不對 凱民中午連線的時候已經 對不起 違平盤了 這就是說 光看一個日線不夠 現在這個年代 因為當衝隔日衝太多 那我就講過一件事 你把周縣帶進來 周縣如果比上個禮拜的 周縣的高點收得高 那我認為當衝隔日衝的嘛 那就是頗端的買單進來 這一定要加以判斷 再來財報跟營收有互提 比方說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嘛 廣達它有一個 六月一塊錢 對不對 這個就差很多 光是這個就差很多 它其實今天就守得比較強 熱門股它如果出現違約交割 這重點喔 你說的就是偽創嗎 對 很容易去幫助打底 為什麼 我們講一個邏輯 過去只有融資對不對 我們都說融資大減 那這個很容易就說很見底 可是現在因為30%在當衝 那當衝它 當天的衝掉它也不會流融資嘛 先來講一個觀念 這就是日出日落 時間波的問題 對首先 這個日出現就是說 我們買股票有兩種 一種我們俗稱叫左側 越跌越買 就像剛剛講的這個創意 如果你越跌越買 現在可能已經 很危險了嘛 還有一種就是說 你反攻才買 對不對 那假設說 目前大家都跌31% 你第一個反攻 你可能就先買它嘛 那反攻要有一個條件啊 就是說下跌的過程當中 每天的前一天高點都是壓力對不對 是 你第一天收在昨天高點上面 就要日出了 就有機會了 可是我剛剛講 以週限判斷就更漂亮 那你說兩週週限 最後如果是收在 前一根上方 兩個五天加起來至少要10天 10天 10天穩住 對這個時候你就要 剛好去看什麼呢 8月23號 所以現在我們大家認為說 全世界都要看這個 NVIDIA 對不對 它這個最重要 因為昨天下跌的元凶 就是因為美超跟NVIDIA 半夜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突然給我一個拉回到季線 對不對 這個部分如果守住了 比方說NVIDIA 它公佈財報以後 如果能夠再創新高 我認為所有的問題 地球上一半的AI 都解決問題了 那剩下的就另外再看 那你看日落就是你看 一旦周K線出現 第一個收在前一根地點下面 它就下來了嘛 那我們就陸續來看 這就不好啦 用兩週的周線去看 大概要10天 如果能夠站上去 就是轉好的跡象 對不要小看 這個周線日落 我們來立刻看下一張 大家仔細看 偽創為什麼 這次殺這麼深 你看這個位置 周級別出現第一個日落 你看就滑了 你看過去三個月 每一根的低點 都在前一根上落 你只要有一個禮拜 收在上禮拜的低點下面 它就會變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說 你要怎麼在這個周級別當中 再拉一根日落起來 你就直穩了嘛對不對 那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你看 這個在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他違約交割啦 對 這一根藏黑 報違約嘛對不對 券商在下午報違約 隔天早上砍你的單 這裡是不是剛好變成左腳 是 對 就好像是類似以前 早期那種融資大減有沒有 融資斷頭 就是類似這樣 這個叫做違約交割 所以現在來講 違約交割是一個觀察點 那你看 修行收都出來了對不對 這裡都打右腳 他有沒有覺得成功呢 那就要看周線了 這個周線 上這個禮拜的高點在這邊 所以他有可能在這邊這樣子 越收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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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有一根藏紅出來 他才真正直跌 就算直跌 有比較好已經出現日出的了嗎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廣達的話就是比偽銷強一點 因為你看 他這個周K線已經在收縮三角收斂 他沒有跌破上周低 對 因為他就是有那個單月一塊 那像你這個創意對不對 這個就不用講 剛剛我已經講過 這標準的失落 你看 你如果說下跌的時候 怎麼去搶都沒有用 但是你如果有一天收的 比昨天高點還要高 就有效 但是要用周線看 對對對 要用周線看 所以日出有廣達 快要了 快要有 他就有機會 他現在這個差不多凌晨三四點 哇 那我好想看 其他的大概是半夜一兩點 好想看日出 還有哪些 趕快趕快 我們來看一下 那PCB我們留在後面再講 我們就先把PCB讓開 因為你比較重要嘛 我單獨講 現在就電源供應器這邊 首先看到 春裡的希望 我有跟各位講兩種邏輯 第一個就是說 大盤怎麼搖 你都在高檔死不下來 這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說呢 你拉回來至少要30%以上 你不要選這種在中間的 你不要選那種 剛剛開始跌又跌幅不夠的 你就是要嘛就是最強最強那個 要嘛就是你已經下來了 跌升的 這兩種你不要選上中間 剛開始補跌很容易受傷 那這個就是屬於在高檔的嘛 所以這個訊號很簡單 站回時日均線就有機會了 光寶哥時日均線如果站上有機會 對那散熱 散熱這邊的話 我抓一個本益比比較低的 見準 見準現在看起來 它時日均是走平的 那你看喔 它右腳比左腳高一點點 當然有人會說這下禮拜會不會有做補跌 可是呢 因為目前在分盤交易中 你可以等它放出來的那天 放出來那天如果沒有破就沒有破了 再來就是說我們看到檢測分析這邊 你看到沒有 這個是怎麼搖都沒有搖下來的嘛 它的起漲點沒有破 都有機會創新高 那最後是華碩 華碩比較特殊 它第一期是虧錢 但是它是最新被納進這個 這個伺服器裡面的名單裡面 那它漲幅因為比廣達他們少很多 是不是有機會在這邊這樣補漲 可以先看這四個條件 好這是不是現在村里的希望 鄭華今天也是我們村里的希望 看起來呢 這些個股的部分 把這個日出線的部分是不是有機會 用周線去看喔 現在看起來 如果它能夠周線慢慢穩定 而且呢 周線墊高 那不是只靠一天兩天的事情 至少要五天以上 周線五天十天的 兩周最好 可以看出 是不是有比較穩定的一些日出股 邦尼先做掌握 待會回到現場 則說到了 現在則講 外資在提款台股 其中呢 還提款了什麼 還賣了很多美債 還有高股息的ETF 這不是最近最熱門 最多散戶投資朋友在愛的嗎 現在外資提款散戶居然去接手 會不會接到刀子呢 待會好好的來講清楚 現在到底該不該接 馬上回來告訴你 沒有問題 字幕如視聰明 綁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